Hello,大家好,这是兰机新的组装车间 今天这一辆拖挂鞋生顶 我们今天会发到外蒙,二连浩特 经过二连浩特,然后进入外蒙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辆房车的内饰 我会从内饰和我们外部的一个配置进行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睡眠和娱乐区域 中间的话我们有一个可以升降的桌子 升降桌子是手动可以升降 桌子上800瓦的电磁炉 然后您看到这里是我们十二幅的一耳幅变频空调 在我们的房车上面还可以进行洗浴 这个我们给您打开看一下 在房车这里的话我们放了一个便捷式的马桶 然后水龙头的话可以延伸的 水龙头从这里可以延伸到这个位置 然后房车内部的一个出风口就在这里 这个位置 我们的房车除了有房车上的一个浴室 它的这里的一个睡眠区域 2米乘以1.5米的一个大床 上面所用的这个电子材料都是针织的 记忆海绵 皮革包覆的一个墙壁 窗户是两面 两边开 南北通特的一个设计格局 儿童床的床垫 然后您也看到这里儿童床有两个床垫 40升抽拉式的一个冰箱 右木地板 像这些区域的话我们都是用的右木 还有门框上的区域 还有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下控制面板的配置吧 音乐 音箱都在这里 音箱在这上面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音箱 那么在这一侧也有一个音箱 好我们现在镜头回到这里来 5000瓦的柴油暖风 然后这是2000瓦的逆变器 库轮计 库轮计上面记载着这个电池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容量 我们用的是240A的胶体电池 现在电量已用了4%了 我们车顶的太阳能350瓦的 升级过后的太阳能 现在可以达到500瓦 点烟器的一个插头 这个可以接室电的一个插座 然后这里的话 水箱 水箱现在里面为零 那么我们水箱已经放出来了里面的水 USB插头 两孔的 这个AC 这个不是空调 Air Conditioner 这个是我们冰箱的一个开关 您控制这里 可以直接的控制我们的冰箱 侧灯 外部侧灯 外部侧灯这一台我们就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泵 这是房车上面的总电源的开关 我们在房车上面所有的电器设备都集成在了这一个控制面板上 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推拉式的房车专用电笔 还有我们的一个门 门我们是可以远程控制的 还有空调的遥控器 好 关门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外部的一个配置 斜升顶是2023年以前的设计 未来2024年我们将全面的用平升顶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 七星蒙火灶 还有这个连接器 这里可以连接燃气 连接到我们的液化气罐放在前面 所有的这个孔位已经设计好了的 在这里是一个可以用来切菜放一块板 户外的一个灯 水龙头可以伸缩的 可以出热水和冷水 还有这里有一个塑料的一个洗菜池 这个地方不言而喻 也是一个抽拉式的 食品级的不锈钢 这个材质非常的耐腐实和耐造 然后这个地方 这些瓶瓶罐罐都是随车就发给客户的 还有一把切菜的菜刀 长款和短款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前边这个脱头部分的一个配置吧 这是国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然后安德森插头 手刹 这个地方13针信号线 我们用的是电子手电子刹车器 用的就是电子刹车的 不是用的撞刹 电子刹车前面里刹停 后面是跟着一起刹停 还存在一部分的惯性 但是就是没有撞刹惯性那么强 两根安全链随少计的挂上 这就是我们的配置了 千斤顶一个 在这里 通过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手动移车 银盘号也打好了 这里 这个黄色是整个房车的出水口 就是我们要把水样的水放干就从这里出来 你也可以通过放水龙头的水 全工具箱 全工具箱 ABS材质的液化器官固定器 还有热水器的一个热水器器管 加水的一个注水口 140升的进水箱 清水箱 这个舱我们可以放一些工具 日常用的工具 还有拖挂用的工具 您可以看到这里 15米的 15米床的这个电源线也放过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安全设施一个不少 就是燃气 我们看一下尾部 全尺寸的备胎 20升 20升的容积的一个置物箱在后面 3米乘3米的一个侧帐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的配置吧 这里的配置 首先您看到是2000瓦的一个逆电器 太阳能电池的一个充电器 交替电池 交替电池我们也会安一个充电器 在另外一个另外一侧 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试电的一个插口 这里就是主电源了 关闭这个车上的所有电源都会切断掉 电池也就不供电了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隐藏的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隐藏的检验器的一个插座 那么大家可能关心的最核心的就来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独立悬挂系统 双减震 然后重旋的弹簧 可以看到 从我们这个轮煤的距离到轮胎这个距离是17厘米 17厘米记住这个参数 大家在拖我们拖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对车身的一个配重 这就是我们房车整体的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能喜欢 谢谢